台湾首艘国造原型潜舰海坤号 上个月26号移出海舱场 随即出水并拖进港屋 进行最后的驳岗测试 3月9号蔡蕾两人更是一起南下台船 参加海巡署的交建与命名 这要解当天两人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秘密是岛海坤号 媒体披露担任潜舰国造造集人的黄树光 简报中对于后续七艘潜舰规划 建议分批建造 蔡蕾文则表示交于520上任的赖清德决定 而赖清德当场明确指示 要做就一次做完不必分批 消息传出台湾公司强调乐观其成 但也解释应该是一次编列七艘预算 建造还是一艘一艘接着下去 不过潜舰国造争议不断 对于预算编列 蓝蕾可不会轻易放弃 过去潜舰国造有没有涉及弊案 这个部分都还没有水落石出 甚至还有不少的官司在法院里面 我们不接受在里面偷来按去 浮边预算 人谋不张的潜舰国造 重点是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 他急什么呢 那他就是表示说他任内这几年 预估就是有重大的双方的冲突 甚至战争会发生 你根本好战 而军事专家认为 若起扫潜舰一起做 恐怕是亚苗助长 除了成本暴增 还有闲置其过场的问题 而且红区装备与核心机密设施 乃至于鱼雷都是来自美国 更难一次到位 先不要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两三年之内 把人力从两组生产线扩充到七组 这七艘潜舰全部交建之后 中间可能要闲置十年 才会有潜舰的性能提升可以进行 各界质疑国造的柴电潜舰 不是核动力 作战效能有局限 如果民进党想借油 有了潜舰就可以高枕无忧 进行宣传或是以此捍卫 对于台海和平恐怕不切实际 谢谢盛容黎健 SL组台北报导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龙福音乐 岩温– 小铭铛